我做什么事 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你就是欠骂 你还真说对了 我这个人呢 还真就是欠骂 小时候每次放学 我都脱了衣服在外面一眼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要保持 每次回家的时候 衣服干燥 我把总是把手 塞进我的脖领子后面 去摸我到底出没出汗 如果衣服湿了 他肯定就知道我在外面饮了 然后就是一顿胖揍 其实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 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 所以我对惩罚 心生敬畏 可是自从成名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骂我 说我 提醒我 身边的人总是捧着我 我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而是我根本就不怕犯错 因为总是有人给我收拾烂摊子 我就像一个寄居蟹一样 我的壳 就是我的公司 整个集团 我缩在里面 我缩在里面 没所欲为 我知道 那天我对方鹏 做得是有些过分 可当时在场的人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提醒我 没有人说星哥 其实你做错了 所以我欠你一句对不起 你也是为了帮我出气 你为我好吗 谢谢啊 替我去给小语过生日 其实我特别怕我的公司 怕对手的公司 对这件事情大肆炒作 我不想把它推上风口浪尖 到时候连好好治病 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楚 你在说真话还是在演戏 但你今天说的这些 我相信都是真的 不要太爱了 好了 快点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小布丁生日 千万不可以让她失望 寂聚谢先生 不好意思啊 刚刚我的手机落家里了 我又回去取了一趟 没事 那我们晚上要去吃 日本料理还是牛排 其实我晚上是不吃饭的 是吗 不然我们喝个饮料 或者看场电影 可以呀 我师兄是不是去找你健身了 微博还在传这件事吗 热搜第一是苏星圣诞老公公 第二就是苏星健身 第三是路易伟的事 这样 我师兄找你健身这事 是公司安排的吧 肯定是公司安排的 不然不可能 那么快又传到网络上 而且角度都还不错 好 今天我就想公司谈好 不好意思 请他聪明 请你 我也在乎乱 我还臻上 如果那说不合你 在乎的时候 我说是想 跟你说声报歉 我今天其实是想跟你说声抱歉 因为上次在酒吧 我确实不应该那么说你 什么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怎么可能 你这个记忆力 那以后那么多台词 你怎么背呀 我的脑袋里呢 有好几个开关 我可以选择 我想要记什么 不想记什么 其实我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骂我 我也不会彻底想通 我以后不会随便放弃了 这就对了 那我们出发 好 小艾 你有一个姓叶的朋友 给我介绍了一份 上海五星系酒店 大厨的面试 我决定要去试试 我知道 我对你也做了太多的错事 这辈子我是没机会的 不过请你相信吧 下辈子 下辈子我会加倍地还给你 再见 再见 请帮我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进 我跟银行打游戏没吵到你吧 没有 我包了点汤 你趁热喝 好 你在干吗呢 小布丁明天生日 我在帮他设计 那个生日宴会的会场 就你雇主家那个孩子 方鹏的事 谢谢你 不会啊 我只是给他提供了个机会 能不能留下 还得靠他自己吃力 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你 那这么说 你请我吃饭吧 你自己做的 我感觉欠你好多 再这样下去 岂不晓请你吃一辈子 没关系啊 我不介意的 欢迎人家人机俱乐部 余总 你是真喜欢练哪 还是故意跟着我 教练一下 你不就知道了吧 真的 真的 他 esqu激我 你不太熟悦了 我 就是 他 想要人家啊 一口 是的 你想要有一个同性 对吗 是啊 我 你中午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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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伤中了没有 还能打吧 可以 没事 再来 算了 我一会儿呢 有个饭局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一起来吧 谢谢余总 余总 老伟 喂 抱歉 抱歉 我再忘了 老余 你又来吧 赶紧 联合三杯 余总刚才教我练拳 所以谈我点时间 我替他喝吧 这位 这位是我的新拳友 齐悦 余总的拳头 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年轻人 可被你打得不轻啊 别说了 请多多指教 酒量还是不错啊 来来来来 坐下来 走 慢慢喝 慢慢喝 走 齐总 你的西江冷月 什么时候开啊 我们可还等着跟头呢 有了赚钱的机会 我是肯定不会落下二位的 好 有时间 带我们去见见苏星 我觉得吧 这个苏星的上升空间 不是很大 你看前一阵子 吴海投的盗王 现在都赔成什么样子 那你还重金起入苏星了 我还是更看好新人的 这个潜力股 永远是最让人期待的 不能 来到副地步 来 来到副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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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孩子 来到副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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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消息 准备得拆住 特意 可Ay我一起跑啊 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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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定佛 我 我 幼稚 这是怎么变死我了 我觉得你还是戴上吧 我觉得你不戴比伏地膜还空 你竟数在那儿风量化 有本人就出去哄哄他们试试 你还不如我呢 你不会弄 我来 你帮我个忙 打电话给朱莉好不好 打给她干吗 人多热闹 热闹 我比你了解你妹妹好吗 她是喜欢热闹 但是不是这种热闹 不会的 她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而且还帮小布丁准备了生日礼物 说生日会一定要喊上她 我现在忙不过来 你帮我打个电话 我还是不打了 如果你不打的话 我忙不过来 等一下不小心太累的话 把蛋糕给弄砸了 或是刚上饮料的时候 不小心打翻了 把小布丁这么美好的生日宴会 给搞砸了 这我也是很不愿意 谁叫顾着这么狠心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不给我请个包手 包手 算你很 算你很好吗 我打开不行吗 快去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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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巴拉泡 孩子们 叔弟妹妹妹来了 好 喂 主任 齐悦 你这脸是怎么了 没事 大白天的 你喝这么多酒 你要是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喝酒的话 你一定觉得 我今天喝的酒特别的直断 为什么 我搞定余总了 我要红的 是吗 谢谢你 谢谢 我现在有急事 师兄找我 我得走 所以呢 你先回家睡一觉 等你酒醒了 我们再仔细聊这件事 好吧 快进来 来 那我衣服 我衣服 师兄吗 快点快点 快进 我衣服要掉了 晓艾 你上来一趟 好 马上来 师兄在里面 自己进去拍 来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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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摔了啊 这帮孩子 真是 慢点 慢点 我说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这小时候看着多不好啊 来 把这个穿上去 我是AC 你说够 够 够 你看 你看 我倒一杯 谢谢啊 快点 快点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啊 朱莉啊 今天亏得你来帮忙了 要是没有你啊 还真的 真 阿姨 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看看这个小宝贝啊 长得真快 都这么高了 好 拜拜 好不好玩啊 好啊 那给你拍照片啊 我好 不会 我好 我好 有没有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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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是小布丁的妈妈吧 真是小布丁的妈妈吧 真是小布丁的妈妈 你真是厉害 又年轻又漂亮 还会做这么好看的蛋糕 就是 回头我们跟她好好学习 也跟她好好学习吧 也跟她好好学习吧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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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布丁 你要不要许个约 来 我许完啦 那你许的什么愿 要不要跟我们讲啊 我许的愿望就是 我希望每年的生日 都有你来给我办 那没问题啊 那你可以吹蜡烛了 小布丁 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小叶子 我想请你过来一下 小叶子 我想请你过来一下 小叶子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这儿送你的小礼物 谢谢 谢谢 前面大家照张相吧 来 来 朱莉 帮我们照一张相 来 那我呢 你没有孩子 快快快 帮我们照个相 来来来来 来 大家站好了 快来 快过来 来 快过来 来 朱莉 来 朱莉 美颜啊朱莉 来 我们喊一二三啊 来 备齐 一二三 茄子 来 朱莉 再给我们照两张 快快快 换个角度 来 一二三 茄子 来 朱莉 来 朱莉 来 来 朱莉 小布丁 睡了吗 我已经睡着了 能听见我说话 你就根本就没睡着 小布丁 我在你睡觉前给你讲个小故事 好不好 从前呢 有两个 牙齿菌的小坏蛋 他们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 在吃完东西没有刷牙的 小朋友的嘴里面 有一天 有一个叫皮皮的小朋友 吃完了糖之后 竟然没有刷牙 突然被这两个小坏蛋发现了 所以这两个小坏蛋 就跑到了皮皮的嘴里 他们准备在皮皮的嘴里面 建一个大房子 所以呢 就拿钻头对着皮皮的嘴 怎么醒了 叔叔 我刚吃完糖还没刷牙 我现在想去刷牙了 这就对了 走 收拾吧 你去 臭小子 越来越沉了你 姐 你今天是不是故意的 你叫我过去 是想看我出丑啊 还是想让我看你跟我师兄秀 默契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今天小布丁过生日 你叫我去我很感谢你 可是整场宴会上 你一直在冲荡女主角的角色 你是演给我看的吗 你要不是我姐 我真的觉得你就是在演给我看的 你千万别误会 今天这生日会 是我答应小布丁要办他办的 所以我一定会费尽心思的 想要把他做到最好 我根本就没有发现 什么男主角女主角的事 而且我不是让苏欣给你打电话了 让你过来帮忙吗 就是想要增加你们相处的机会啊 怎么你还要误会我 凡人姐 你一定要记住 你跟我师兄之间 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就算是我 我还有努力 我也都追不上他的 而且你别看他现在在你身边 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记住 不然以后受伤的就是你自己 知道了 过两天我信息开机 你去跟我师兄提辞职吧 到时候给我进组 杰哥 热血拼快的王总 在外面等人呢 他的事不着急 让他等会儿 你们说说齐悦目前的状况 七月的粉丝团迷越会啊 已经正式组建了 会长啊是我们自己的人 比较好操控 现在的人数啊过千了 是啊 而且最帅的健身教练这个话题 现在已经在前一百了 前一百 你们也知道 我一向追求的是最好 以后前一百这样的结果 就不要给我回报了 你也是 以前来人的粉丝团 你还好意思在我这儿邀功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一周之内 如果想不到更好的推广方案 你们两个就一起交离职报告吧 出去的时候把老黄叫进来 行啊 皮特 郝总 难怪你出来打球 你永远不出现 原来背着我打球练棋呢 您随随便便就能赢我 我这么练练就是不想输得太难了 来来来 不能这么说 里边去 里边去 行 郝总 今天您亲自来找我有事 我就不给你拐弯抹去 现在苏星的档期怎么样 西江冷月的事定为定 如果没定的话 扎宋霞影机拍完了 就直接上我们的热血乒乓怎么样 这可不行 西江冷月的合同早就签了 这个档期啊实在是调不开 行了 我跟你说点别的事 这你也知道 现在流浪小生才是卖一点的保证 但是为了我们增加这不去的看点 我想增加一个小鲜肉 和苏苏一起成为双男主 双男主 这恐怕不行吧 皮特 我可没哪里在外面 我们的女主角很有背景 带进组的资金 皮股我们现在的投资 还高两倍 所以啊 只要苏苏 激了这个角色 我保证 片酬至少翻一倍 黄总 只要片酬没问题 角色都可以 好 来 快歇换了 踩地毯啊 我是专门来夸你的呀 素素 前两天你给粉丝发礼物的事啊 做得太好了 成功地打破了很多敌对公司 对你的诽谤啊 真是可惜 你行动之前 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 错过了一次 做大事件的机会啊 我送粉丝的礼物是我愿意送的 没有你想的忙子啊 是是是 我最忙子 素素 以后呢 你只管考虑你的表演事业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来做就行了 对了 上一次跟你提到过的 那个热血乒乓的事 投资方向见见你 热血乒乓的事还在呢 还在呢 我以为你不跟我打招呼 这是黄了呢 怎么可能黄呢 我是计划呀 西江冷月之后 用这个项目来接 素素 你打算在家里待多久啊 看我心情 别呀 素素 剧组咱先不说啊 那么多广告商都等着你呢 威欧杂志封面的拍摄也谈下来了 特地找老贵来帮你拍 你知道啊 上了威欧 你在时尚界的档次又上了一个台阶啊 想当年我的膝盖是全世界最廉价的 只要是为了你 下跪甚至不超过零点一秒 你特地跑到我们家啊 就是想跟我说你没有做过些什么 要不要我一桩桩一剑剑 咱们俩仔细摆一摆啊 没了 我的意思啊 是素素你是一个好演员 不然我下跪多少次也没用啊 不过提到当年 最近呢我一直在想 那些年咱们一起跑剧组的日子 吃过的那些苦 受过的那些煎熬 我永远都记得 你和斯特尔公司签约那天 咱们俩在酒店 喝得大醉 抱头痛哭 现在想想这事 跑到我这儿来一股四天来 谢谢 这不说到这儿了吗 我也没别的意思 你可千万不能多想啊 你要真不想让我多想的话 你就告诉我 你来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素素 我知道前段时间里工作 太辛苦 想多休息休息呢 我特别能够理解 但是你看 咱们签过的合约 金不住拖呀 违约金咱公司都付不起的 关键中的关键 这事如果传出去了 对你的名声不好 我有什么不好的呀 我就是一演员而已 演员现在是更新换代 最快的职业 对不对 我不去自然有人去吗 你带个新人 又便宜又听话 别别别 素素 你可别这么说啊 咱放眼这个娱乐圈 现在有谁能接替你的位置呢 那我看齐叶就不错了 行了 我看剧本了 行了 我看剧本了 老素素 还有事吗 你再想想 真 真拖不起啊 行 那你先看剧本啊 我先走了 好 孙小艾 我要吃米饭 啊 还有一点 你还在吃米饭 我还不断了 是一会儿我 是一会儿 比如说一会儿 那都不得 看剧本来 他有一会儿 他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他真的没办法 这种努力 吃米饭 不错啊 不错啊 好香啊 尝尝尝尝 好吃吗 勉强可以下烟 那你别吃了 别别别 好不容易做的 浪费食物嘛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我每一天 都要留一碗粉给爷爷吗 什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记得我那时候 才十二岁 叶昂才八岁吧 爷爷就已经在我们家的巷口 卖糖饼了 你也去过那个巷口 我家的小店 那时候才刚刚开张 爸妈每天都忙得很晚才回家 买糖饼啊 买糖饼啊 要不要糖饼啊 姐姐 我好饿 爸爸妈妈早还不回来呀 再等一会儿 爸爸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你这位是糖饼 可是姐姐没有钱呀 小爱 你又在等爸爸妈妈呀 饿不饿呀 饿不饿呀 饿 姐姐送点两个糖饼 谢谢 所以从那时候起 只要我爸妈往回家 爷爷就会留两个糖饼 给我喝一口 当我知道他得了老年痴呆 每天只会坐在同一个地方 发呆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 每天都要送一碗米粉给他 我想要把当年 他传递给我的那个温暖 也传递给他 为什么要你送啊 他们没家人呢 我听我妈说 爷爷很年轻的时候 就跟他妻子两个人 来顾尾水珍做生意 后来他妻子生病死了 从那之后 就是爷爷一个人了 你关注的点很奇怪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 目的是要让你知道 滴水之恩要永泉相报 好 思作 来了 没影响你吗 没事 还没化妆呢 我们看看台词 等会儿 你看 来 谁的 你的呀 谁的 我的 哪儿在这儿 这得挺贵的吧 这衣服啊 还行 你买的 哪儿来的钱啊 你就别把这个了 我告诉你啊 你作为一个演员 一定要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到时候你穿着它 去见那些制片方 不给你个重要角色 他都不好意思 行 喜欢吗 喜欢 好看 喜欢就行 来 拿着 这表呢 嫌麻烦当了 你当了 行了 你就别管这个了 来 苏总 送给你 你要安心拍戏 我呢 到菜场给你买点蟹呀 买点虾什么的 你天天这么熬夜 这体力跟不上啊 我回去坐了 等你出工一会儿 我去吃啊 我走了 我回去吃 你坐好啊 走 在我家里面 我去哪里 你不是这样 然后你就将我约了 我去哪里 你咬哪里 我的天哪里 不是这样 我家里面 我家里面 好 好 姐夫 回头你也带我姐过来转一转 正好呢来喝一盒我调的酒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我们酒吧 也算是有一些江湖体位的 是吗 你姐说她不会喝酒 你听她那儿装 我告诉你啊 原来在老家 我姐每天晚上跟我爸俩人 把酒问今天 到底这是不会喝酒了 所以说女人的话不能全息 包括我姐呢 你成年了吗 懂女人吗 别把自己搞得跟新领导师似的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 目的是要让你知道 滴水之恩要永泉相报 好 皮特哥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好事 明天准备准备 跟我一起去见热血乒乓的 资方和导演 那部戏不是新歌的吗 就快不是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好 好 好 雨萱 别别别 先别动 我有话跟你说 把手拿开 雨萱 各位 我呢 最近写了一首新歌 我想把这首歌 唱给我最心爱的姑娘 各位听着 杜萌你别演了 你除了能感动你自己 你觉得我还会在这儿傻傻的等你吗 梁女萱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你怎么了这是 你铁定要跟我分手是吗 你是不是喜欢了别人呢 对 没错 还真有啊 好 好 他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为了我专门进来当酒保 你行吗 真的吗 君子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躲女人后边 你骂谁也孙子敢 你骂谁也孙子敢 行了 住手 住手 谁呢 小八闹事呢 杜萌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不许再骚扰雨萱 你要再骚扰呢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别跑啊你 你跑什么 差不多得了 他练泰拳的 一拳下来你想命都没了 我 刚才的事算我欠你的 话呢你也别往心里去 咱俩真不合适 咱俩真不合适啊 咱俩真不合适啊 我怕了 咱俩真不合适啊 咱俩真不合适啊 叫你 我叫我 咱俩真不合适啊 你又从那 z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血乒乓的人物大钢跟故事小圈我都看过了 我觉得大的方向没有问题 但是一些细节方面还需要调整 比如啊 你看男女之间这种感情的问题 是否发展的态度 素素啊 你的角色有些调整你不知道吗 什么调整 我们现在筹骨这部戏啊 需要做成双男主 所以你之前演的角色啊 需要调整一下 交给小鲜肉来演 你呢 演另一个角色 黄总 你的意思是 让我演男二号了 不是男二号 是二号男主 星哥 你也知道 毕竟现在小鲜肉很有智诚 我们呢 也不能不顾吧 不过你放心 小鲜肉只是用来拉动市场 主要的戏份 还得录在您的身上 另外啊 女主已经确定了 是最近热度居高不下的王思思 对对对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特别好 我一猜啊 你就满意 而且今天也没有外人 我干脆就交个实点 他的家族 让我们的投资翻了一倍 只要您记得这部戏 您的片酬会水涨船高 再上一个高度 是不是啊 皮特 好 黄总 你说得对呀 苏苏 你觉得呢 好啊 特别的好 这个女主我看过了 特别适合重磅画屏 为什么演技 而且还能装傻卖猫 这个男二呢 不是 二号男主的角色我也了解过 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二号男主啊 人设非常地真实 为了达到努力不择手段 出卖职业操守 搅乱行业规则 最关键的 还特别地贪心 我觉得 我面前就有这么一个 适合演这个角色的人 谁 谁啊 黄总